請林俊憲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我們林部長 好,請部長,謝謝 部長 所以高鐵有沒有要調高票價 目前董事長的回報是沒有 沒有吧 那我想主要原因是因為 對,交通部怎麼突然間核准了 高鐵的一個計算票價 票價那個基礎 那個是定期都要做基本匯率的審查 但是他們也沒有一定要用到頂 那部長剛剛又說到 你為什麼把它調高它的基本費率 因為有時候基於營運上的需要 對,物價的調整等等 那高鐵目前有需要嗎 它營運狀況 良好 良好 那調高幹嘛 對,所以這個也就是他們董事會考量到 因為高鐵能夠在帳面上轉虧為盈 政府的政策還有民眾的支持 甚至先前也調長過 現在幾乎是有時候一位難求啊 高鐵確認賺多少錢 這個詳細的數字我請同仁查一下 還有,我們要先和大家想講 北爭議員,不要再說 我們這個議員,已經是有了 也沒有再說 認為想要再說 郭大財議員,我們要再說 公告為整 前年賺多少 前年是 我印象我查一下好了 沒人知道隔壁等我多少錢 部長也不知道 高鐵的代表也不知道 高鐵的代表不知道 你在高鐵有什麼職位 我是執行副總 負責營運方面 因為營運維修因為今天是屬於這個 精密輸運的報告 你是執行副總 執行副總不知道高鐵的 損利狀況 會不會太混了 我馬上查一下抱歉 高鐵應該是每一年都賺錢 是是都賺 自從財務 會計那個原則給你調整以後 你們折舊讓你們 處理好以後大概就 都賺錢了 所以如果像部長講的 那你提高基本的費率要幹嘛 通常是準備要漲價我們才來提高 拜託你到底要怎麼來 稍微準備一下好不好 是是了解 部長 所以 現在是個敏感時候 大家對這種 政府的收費 尤其是公共費率的漲價 都非常敏感 如果以高鐵 以為 台鐵 虧損虧的鑰匙 都不敢漲價了 各地賺那麼多錢 還敢去給 對不對 是賺很多啦 因為我都收到他們的公文都要 就是股東分紅啊 還有一些 那個都很多啊 好 所以我就跟高鐵講齁 現在因為 那你不是至少麻煩 我們泛工股佔 多數嘛 所以 有一些過去的 那你提高基本的費率幹嘛 你會至少麻煩 讓大家又覺得好像 什麼東西都要漲了 高鐵要漲了 不過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基本費率它定期的 反應物價的調整 它只是一個參考 它不是一定要用那個 基本費率做票 好 完政部長在這裡說 目前以高鐵的營運狀況 非常良好 良好 財務也健全 健全了 賺錢 賺大錢 所以沒有調漲票價的準備 完全沒有吧 這個董事長跟我這樣講 好 另外部長 今天我們大家來討論 那個清明廉價的問題 這是部長上年以來的第三次 對 那前兩次的話 剛剛按照部長所提的 以我們大數據來講 你剛剛有提到 你的改變那個暫停收費狀況 讓我們的高鐵 比如說你停止收費的這段期間 就是清晨 半夜到清晨這段期間 你說增加了4%的車流量 是 然後下午的雍舍的時段 變成減少了1%的車流量 那其實這樣 大數據的統計 可以講更清楚一點 所以讓民眾會有感 那是不是真的這樣子呢 比如說 那平均的時速有沒有提高 這個部分 整個車流的狀況 包括車速都有改善 就是說 塞很久的 這個 你就給我們數據嘛 對不對 這樣比較有說服力 搞不好高工局現在就可以 跟委員報告 這是我一個提議 是是是 就是說 我們要接替器 要讓民眾了解到 那我的改善方法 那目前的改善狀態 是 其實有一點啦 就是說你突然間 在那麼短的時間內 那麼多的車子上國道 當然多少都會擁捨 所以我們只能用一些手段 希望能夠改善他的塞車狀態 但我認為清明是一個很 更麻煩的時候啦 因為清明如果大家是掃墓的必要 他幾乎 墓園都是在比較偏僻的地方嘛 所以使用車輛的機會更高啦 所以通常都會開車去啦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更妥善的一個準備啦 包括委員我們會有一個 一個擁塞率的一個比較啦 另外一個就是說 過去來講都是 前面歷年來 大概這個國五都塞到半夜兩三點 大概前面兩次大概都是 很早就已經結束了 就是塞車的延始沒有到那麼晚 不過從一般用路人 就民眾開車的反應來講 確實是有改善啦 但這次清明節我們也希望 那個 我們相關單位也是要特別的 提高 會注意 尤其 這個清明是 非常重要的一個民俗節日 那我認為幾乎都會開車啦 因為如果你要去掃墓的話 那通常都在很偏遠的地方 那同時我們也注意到 部長你知道一年台灣的車輛 增加數量還是非常高 對 一年大概都增加 新車的數量 你知道你有沒有數字 交通部給我的數字大概是八萬六千多量 是 如果以去年來講的話 那表示民眾買車的意願很高 那相對的就表示我們的大眾運輸啊 推行那麼多年 恐怕都還沒有到一定的效果啦 所以 我們在於 這種連續假期 每次都是像演習一樣 尤其交通部長 每一次都是考試啦 對 這個民怨之所在啊 第一個都會投射在你身上 我們希望 讓部長齁持續努力 我跟委員報告齁 我為了齁 瞭解實現實況齁 我都加入啊 所有 我們交通部跟 地方政府啊 那個LINE的群組啊 所以隨時一有狀況 就會顯示在我的LINE裡面 我就馬上啟動我們所有的 同仁啊 能夠緊急應變 還能夠提早去預防一些措施 那剛剛委員 剛剛為了我補充一點 今年針對清明掃墓 我們有針對省道附近的14處 這個墓園 那請公路總局協同地方 要做好這一個交通的管制跟輸運 這個就是這一次比較特別 它的動線跟過去可能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是清明姐嘛 所以就必須結合地方政府 對於很大的墓園之間有一個接駁 好 那謝謝部長 也謝謝主席 謝謝林俊憲委員